上书阁 嘉宁帝翻完积累了几日的奏折 才抬眼朝下守敬礼的太子寒叶看去 早已成人的太子通透睿智 内敛温和 作为储君而言 无疑是嘉宁帝的骄傲 可偏偏和历代所有帝王一样 嘉宁帝拥有的皇权 在位时总是不希望被分走的 即便那人是他最优秀的儿子也一样 寒叶生得不像嘉宁帝 可却从未有人敢说他半句闲话 只因他和太祖长得太像了 几乎是从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嘉宁帝对着这张肖似先帝的脸时 总会不自觉恍神 譬如此时 父皇 显示对嘉宁帝此举极为熟人 太子寒叶不轻不重唤了一声 神色恭敬 嘉宁帝回过神 轻壳一声 皇儿 任安乐 不过边荒满女 鲁莽无知 待他入京 你晾着便是 别太过计较 失了储君气度 今日在朝堂上的话 一经传出 任安乐便会成为东宫的眼中钉 肉中刺 和整个京城权贵的笑柄 到底收了人家三万水君 适当地劝解表态 嘉宁帝认为还是需要的 父皇放心 而陈定会告诫下陈 寒叶皱眉 应道 知道这个儿子向来言出必行 嘉宁帝点头 突然话风一转 淡淡开口 太子 你也不小了 再说 东宫总是无主也不像话 朕问你 到如今 你的心意 还是没变 说这话的瞬间 嘉宁帝一扫 刚才的慈祥之色 整个人带出隐隐的煞气来 他看着太子 手倾扣在暗头上 沉闷的敲击声 漫不经心 却威慑十足 寒叶眉角微动 这才是曾随着先帝南征北战 灭绝帝家 一手掌控大境的帝王 这些年安逸久了 倒有些忘记他这个父皇 曾是何样的枭雄 累得父皇挂心 是儿臣不孝 寒叶抬眼 神色正重 毫不退让地望向嘉宁帝 只是这桩婚事到底 是皇祖父的遗愿 他老人家在世时 最疼儿臣 而臣只愿能圆了他这桩心愿 还望父皇成全 寒叶的声音太过坚持 和过往十年一般无二 嘉宁帝眼一眯 白手冷声道 行了 此事日后在意 你且出去吧 寒叶应声称是 行礼退了出去 信不走出的嫡子 神色平和 仿佛毫不在意他 这个父君的怒意 上书阁的大门 被轻轻掩住 嘉宁帝吐出一口浊气 神色晦暗不明 陛下 饮口安神茶吧 这是四公主前几日 亲手去御院里采摘的 一盏优香清淡的素茶 被轻手轻脚放在浴桌上 赵福低声道 他侍奉嘉宁帝几十年 自是知道他的喜好 也知道 凡那件事被提起 后宫必将受半月雷霆之怒 想办法让嘉宁帝恢复心情 很是重要 果然 嘉宁帝神色一缓 韶华是个懂事的 他端起清茶 抿了一口 突然道 赵福 你说朕当年留下他是不是做错了 太子如今揣着太祖的遗愿 把他硬生生护住 倒让朕实在难做 若您真想除掉那人 天下有谁可以阻止 不过是借了太子的口罢了 但赵福可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只是垂眼恭声道 陛下皇威震天 帝家不过当年风光 如今 区区楼椅安敢与我大进皇室争风 那可不是什么蝼蚁 嘉宁帝低贺 眼底见有满意之色 老奴失言 陛下恕罪 赵福急忙跪下请罪 面露惶恐 嘉宁帝白手 罢了 他才慢慢退了出去 蝼蚁 师尊 若你知道 有一日 帝氏一族 会被一个阉人称为区区蝼蚁 你当年 可还会将这天下江山拱手相让 嘉宁帝望向书阁左手按桌上 端正致放的墨绿铁剑 低沉莫名的声音 自上书阁中隐隐传出 青天白日里头 竟硬生生透出冰冷的寒意来 天尽黄昏 礼不厚堂 公上书一整天都忙活着 安乐寨诸事细节的安排 临到傍晚 才起草 嘉宁帝早朝上赐下的风赏 正欲下笔 急匆匆的声音在堂外骤然响起 他笔尖一顿 一滴墨汁 便落在了明皇的卷轴上 公老兄 借个天气不错 明日又是秀木 陪我去楚馆里瞅瞅 躲在这个偏堂里忙活啥 一人裹着身 有些不起整的朝府走进来 三十左右的年纪 相貌平庸 一双眼 转得甚是灵活 乍一看时 还带几分示警俗气 公继这年过五旬 铁板钉钉的两朝元老 性子耿直倔强 极少有人能让他难以应对 天生面前之人 天生一副死脸皮 领教数年 他倒也习惯了 胡闹 本上书长你几十岁 你功称便可 休要每次来套进户 楚馆那种地方 堂堂朝廷重臣 岂可随意提起 公继这符袖 头疼地看着圣旨上的污渍 用笔墨极快带过 吹胡子瞪眼道 再说 安乐寨举寨招降 户部分裂的赏赐不少 你哪来的闲心 到处闲逛 来人为户部侍郎 钱广进 公继这一度绝着 钱广进的父母 倒是实在 给儿子取了个好名 作为大靖王朝最富有的商人 短短五年时间 这钱篓子便为自己在朝堂上铺了一条康庄大道 无其他理由 大靖立国的前些年 施恩天下 没击下什么银子 嘉宁帝又是个好战的皇帝 每年征战便要耗掉大半国库 前几年打仗时缺银子 差点就要靠增收赋税来支援疆场 不过增收赋税这事 在当年闹得很大 嘉宁帝纸还没下 一堆老臣子便跳出来 哭天枪弟弟尚书不可劳民 嘉宁帝头疼之际 拒父之家前士一族的新继任者 将九成家底捐献国库 称得英明之主庇佑 才得以攒下殷实家底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方为正道 天子被拍足了马屁 兼钱家进贡的金银 着实可称敌国 嘉宁帝一高兴 便破格将钱广进招入户部 让他位列朝堂 他倒也争气 入户部不过五年 便使得国库充盈善于钻营 甚得帝心 一路扶摇直上 如今已是户部侍郎 管江南前梁 即便功绩这是个古板倔强的 也不得不承认 钱广进虽粗比是快 却是个挣钱富国的奇才 功老兄 手里持重有什么用 您顽固了一辈子 啥子有水都没捞到 还不如下官这个户部侍郎 钱广进这个人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平时圆滑得很 却不知怎的偏偏喜欢和古板池里的礼部老尚书抬杠 这在朝中也算是一件趣事 功尚书眉头皱成了八字 极快地起草完诏书 将卷轴合拢 抬手不耐烦道 你有何事 说吧 老夫没闲工夫陪你唠嗑 嘿嘿 老尚书果真目光如炬 钱广进整整朝服 猫着腰靠近 一脸小心翼翼的样子 功尚书瞧得稀奇 却不想钱广进一开口 便让他愣在了当下 老尚书 下官接在朝堂上见赵副将提起太子妃后 气氛着实古怪 太子殿下到如今未娶妻 难道太子妃为真是为帝家姑女留着的 糊涂 提起这是作甚 功尚书额边 清金毕露 粗声道 你只管将封赏准备好便是 老尚书 你也知道 朝中大臣多是熏贵 像我这样以上入朝的 可是从来没有 自然不比你们 下官对当年之事虽有耳闻 却不够清楚 若是处了隆林便是大罪 还请老尚书体谅一二 为下官提个醒 钱广进没在意功尚书的态度 急忙作医 样子倒有几分真诚 功尚书之他说得不错 当年的事虽为天下所知 可传来传去大多失了真 钱广进靠圣宠 才能在朝堂立足 若因此事得罪皇帝 却乃迟余之灾 念他的确是个人才 当年功老夫人大病时 也亏得他介绍了一个民间大夫 功老尚书性子耿直 略依迟疑 只沉声吩咐了一句 太子妃为人选乃皇室禁忌 你以后切莫在别人面前提及 帝家姑女 更是如此 功尚书只说了一句 钱广进连连点头 只是仍有些纳闷 老尚书太子年纪不小了 太子妃为总不能一直空着 那便要看陛下和太子 谁能坚持得更久了 毕竟是太祖定下的婚事 帝家姑女总有入帝都的一天 若非如此 你以为满帝都勋贵世家 都不敢妄想东宫太子妃为 是何缘故 若陛下看得开 左右也不过这一两年了 这句话是功绩者的猜测 倒是没有说出来 他朝钱广进拂袖 走吧走吧 回你的户部去 记着这些话 休要再提 功绩这是两朝元老 说话 自不会无地放食 见他开始感人 钱广进念叨着 多谢老尚书提醒 便退了出去 偏堂重归安静 功尚书取出刚起草好的圣旨 眼落在明皇的卷轴上 有些谎神 十年前 他同样替家宁帝起草过一道圣旨 只不过 不是天恩 而是来自帝王的雷霆之怒 帝是静安 罔顾先帝之恩 妄动窃国叛乱之兵戈 朕待天责罚 赐帝家满门死罪 姑念帝是幼女乃先帝所重 特往开一面 圈禁于泰山国寺 不得帝旨 永世不得入京 区区几句话 一道圣旨 大静立国的功臣世家 自此大厦倾富 或许 本不该称帝家为臣才对 功老尚书闭上有些浑浊的眼 重重叹了口气 三十年前中原混战 各是家歌剧天下 枭雄之中 以南方帝家和北方韩家实力最后 帝家家主帝圣天虽为女子 却广纳天下有识之势 十年时间便在南方一家独大 而韩家家主韩子安 亦在同年将北方广袤之地 纳入韩世一族手中 正当天下百姓以为 两家会有一场恶战时 两家家主却同时昭告天下两人早已相识 惺惺相惜 怨不动兵戈 统一南北 天下闻此讯 恶首称庆 传为一时佳话 半年时间 帝圣天隐退 将南方统治权及兵权 交由韩家家主韩子安 一年后 韩子安建大晋王朝 感念帝氏家主 善让天下之意 又因帝圣天贤 由天下 便封其直帝永宁为靖安侯 掌管靖南十万兵马 并颁下圣旨 靖安侯与当朝皇子共享皇位继承之权 此旨一出 天下震动 帝氏一族的尊贵荣耀比肩皇室 被尊为大靖之助食 数年后 靖安侯得一女 视为掌上明珠 太祖闻之心喜 亲赐明子元 并降指帝家 许下忠王嫡子与帝家幼女的婚事 当年的忠王韩仲远 便是如今的嘉宁帝 在此后数年 靖安侯曾屡次上书 请辞皇位继承之权 太祖始终未应其所求 重昭四年 因早年戎马生涯旧即复发 太祖崩于昭仁殿 留下以子立忠王为帝 世子韩业为太子 而那道传位圣旨里 最后一句却是 帝家幼女 上乘于天 私得重任 容封太子之妃 太祖驾崩时 太子韩业六岁 而弟子元不过两岁之灵 何来上乘于天 那不过是太祖 给帝家留下的最大荣宠罢了 帝家全卧近南十万兵马 当年甘愿放弃皇位的一举 又得天下敬重 在太祖驾崩王朝不稳的头两年 靖安侯对嘉宁帝的权力支持 才使得大靖安稳度过了云厥波轨的朝堂之乱 嘉宁帝未视皇室对帝家的尊重 甚至下旨将帝家幼女帝子元以公主之礼 迎入京城修养 奉为皇室上宾 当时 天下百姓皆以为代太子长大 大靖最尊贵的韩帝 两家结勤尽之好时 便可续写当初太祖和帝圣天 共长天下的佳话 只可惜 嘉宁六年 靖安侯私调八万大军 擅离近南 长驱直入北方边境 并欲勾结北秦发动战乱 消息传来时 举国震惊 嘉宁帝修国书迅速和东迁王和解 派遣大军远赴边境 同时让左相将于带着降罪的圣旨 前往近南 令人费解的是 靖安侯并未认罪 甚至在帝氏宗祠前 当着满城百姓和左相自闻以正清白 靖安侯自闻将整个帝氏一族推入了天下瞩目之中 说句实话 即便近南大军突入北部 举国百姓也不相信靖安侯有不臣之心 再加上靖安侯的惨死 大靖王朝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动荡不安 诸王乔得契机 皆有异动 就在此时 左相将于在帝家搜出了靖安侯与北秦密谋造反的书信 昭告全城后 以雷霆之势斩杀帝氏宗族三十族人和数百旁之 一夜间帝北城血流成河 人心惶惶之时 帝北城守将洛川帅留守的两万守军向嘉宁帝投城 并帮左相迅速控制了帝北城 帝北城的消息传至天下时已经太晚 帝氏一族灭绝已成定局 更何况 同一日远赴北部的帝家八万大军遇上北秦铁骑 被坑杀于青南山下 此时 整个王朝都沉没了下来 这八万大军的覆灭意味着 自此以后 大敬王朝最尊最贵者唯有皇家 史书功过 向来圣者王侯败者寇 又有谁敢出帝王之怒 泪满门受祸 此后长达数年 曾经与帝家交好的臣子都被流放或诛杀 嘉宁帝首断铁血 以至于上至朝野 下至民间 都不敢再提曾善让天下显赫大敬的帝氏一族 而这场巨变中 天下百姓也确定了一事 就是当年夺下南方在大敬王朝地位 不下于太祖的帝氏前家主帝 圣天早已亡故 否则 以他的脾性 绝不会看着帝氏一族自此断绝 帝氏孤女帝子缘 太祖曾昭告天下的太子妃 从那时起 变成了整个大敬皇室的禁忌 被捐进于太山国寺 整个帝家 除了一个还未被撤去的太子妃虚位 便什么都不剩了 如此 一晃便是十年 功老尚书睁开眼 感觉握在手心的圣旨隐隐置手 子缘 两字皆是缘后之意 上成于天 私得重任 也只有极少数老臣隐隐猜出了当年这道遗址中真正留下的话 太祖不是由太子的责定去选择太子妃 而是 因为帝家幼女才选定了下任帝王 那意味着 只要帝子缘还在 他就是大敬下任帝王唯一的名正言顺的中公之主 太祖当初是何等看重帝家女儿 才会赐下此名 并留下遗址 以致让整个大敬王朝在太祖远世 帝家清颓十年后对东宫太子妃为始终玄空的荒唐事保持了沉默 算了 帝家已经颓败 感慨再多也是枉然 那帝子缘如今在陛下心中恐还不如安乐寨一介女土匪重要 公尚书看了一眼天色 将圣旨放入河中及匆匆入皇城面成家宁地去了